为了要掌握武汉肺炎疫情资讯 冯甲大学也研发出了疫情地图 里面的资讯都是和疫情指挥中心同步 比文字的讯息更容易让民众来掌握 新冠肺炎疫情扩大 点看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全球疫情地图 红色代表确诊人数之外 疫情资讯一目了然 而在台湾也有这样的疫情地图 网页上的北台湾地图 散布各个标记点 清楚标记钻石公主号在北台湾走过的景点 提醒民众注意 而确诊人数和相关的数字一目了然 还可以连接药局的线上查询平台 这套台湾版的疫情地图 就要像战情仪标版 网络台湾的疫情资讯 也不适合公开病例的详细的这个空间 空间资讯 所以我们只是单纯的用一个 像北部啊中部啊南部这个部分来谈夸说 这个区域大致上的病例 严方老师指出 参照全国疫情地图的做法 以全台湾和区域为标的 放上数字和图表 资讯来源和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同步 实施比对要求精准 比文字稿更容易让民众掌握 而台湾市的目前居家管理状况 只要有中港澳的旅游史 或是转机都得居家检疫 14天内里长或里干事都会电话追踪 截至11号 台湾市已经有1492个人 其中6名有发烧症状 而在台湾市的居家隔离方面 主要是针对和确诊病例接触过 人数已规定保密 14天内不可外出 地方卫生主管机关 每天都会用手机监控防止啪啪噪 台湾市府表示 目前数字都有变动 但是都在掌握之中 请民众安心 记得林健身彭换群 台中报道